习近平访额探污 拜登谋求会面 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朋友大野猫 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捷克苏利文啊 他这么说的 他赞扬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谈的报道 并证实了美国总统乔拜登愿意安排与中国领导人会会会面 苏利文呢 他是这样说的 我们一直鼓励习主席与泽连斯基就是我们的地球酋长 接触 因为中国应当听取乌克兰的观点 而不仅仅是俄罗斯的观点 那这个有点有点装了啊 有点装了 但是呢 他是依据昨天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啊 透露说习近平将在下周到访俄罗斯 然后呢 在之后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视频通话 从这里边呢 我们可以看到几个消息 几个非常重要的消息 头一个呢 是习近平要对俄罗斯进行国事访问 第二个呢 是习近平要视频通话 泽连斯基 这个是两位领导人在俄乌冲突之后的第一次会面 然后拜登总统想与习近平进行视频通话 这个里边说明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很有意思 就是习近平已经成为美国和俄罗斯 或者确切点 拜登和普京之间的中间人 哎 这个是关键 因为这里边涉及到一个问题 就是到底最后由谁来解决俄罗斯和乌克兰这件事 俄乌战争何时结束 俄乌战争如何结束 由谁来结束 最终在哪里结束 怎么结束 那这是我们要探讨的问题 否则也不会出现习近平访问俄罗斯 习近平视频通话泽连斯基 拜登想与习近平视频通话 这三件事交织在一起是非常不寻常的 为什么美国要在这个节骨眼上跟中国会谈呢 这个里边有个背景 这个背景很有意思的 首先中东地区已经进入到了新时代 沙特伊朗复交 也门内战结束 这个说明这个东西 它里边有个问题是 中国调停作保 国际信誉上升 这是中国国际地位上升了 国际的信誉上升了 本来自己的实力在摆着 这次展示了自己的实力 运动了自己的实力 为中东的和平进程做了担保 这个太关键了 美国国内呢 现在出现了问题 科技界的大裁员 中小型银行 G203的爆雷 基建因年久失修 事故不断 这是美国国内的问题 以至于美国国内的民众呢 就问这样的 就是我们为什么要援助乌克兰 我们为什么不好好建设自己 那这是美国的事 乌克兰的有生力量呢 已经耗尽 完全依赖西方 也就是说呢 西方现在啊 只要一把管 乌克兰马上完蛋 这么一回事 第四个呢 是俄罗斯已经完成了部分动员 战争的机器已经打开 现在想谈判的是美国 而不是俄罗斯 俄罗斯现在呢 就有点像1953年的中国 我们要打多久 就打多久 你艾森豪威尔什么时候停战 是你自己的事啊 你自己要不停战 那我们就奉陪到底 就是这么回事 现在普京就这个样子 所以我说嘛 普京是大战略家嘛 就在这块 但是呢 在中东已经结束 中东这个问题已经结束 最起码告一段落的时候 你美国欧洲乌克兰 你怎么办 尤其是乌克兰自己 再用天灵盖撞蓝牙棒啊 已经没有意义了 是不是要坐下来谈一谈 解决问题呢 就是说现在中东这个事 已经解决了 中东这事呢 最起码在今后的一段时间呢 可能又迈向和平 迈向和解 你中东这事解决之后 你乌克兰这块 一下就暴露出来了 你乌克兰这块暴露出来了 你想怎么办 你是想接着打下去吗 你接着打下去 有没有这个意义啊 还是你接着打下去 你自己天灵盖撞蓝牙棒 然后再牺牲20万人 你想干什么 那这个东西呢 是不是说乌克兰 应该坐下谈一谈的 习近平访问俄罗斯这件事啊 咱得聊一聊 这个东西呢 是习近平主席的一个传统 他的第一个任期 第二个任期 大家也发现了 头一战斗去的是俄罗斯 所以这一次呢 也不是例外 然后中国和俄罗斯呢 是那种传统 这是现代的 处于一种战略伙伴关系 在这个节骨眼上呢 访问俄罗斯呢 有助于增进 两国之间的互信 所以呢 习近平选择访问俄罗斯呢 也不带话下 但是呢 他既访问俄罗斯 同时呢 又探访乌克兰 探访乌克兰呢 就是与乌克兰总统 我们在泽胜 地球球长 泽连斯基 进行视频通话 这个可是战争爆发之后的 头一回 那这个是非同小可的 这是非同小可的 既访问了俄罗斯 同时又视频通话了乌克兰 那不难让人猜到 俄乌和平 这个如果要调停成功了的话 而且由中国来调停 他不亚于沙特和伊朗的 这个这个影响 他不亚于沙特和伊朗的影响 这特有意思 所以呢 这而且这个问题是这个 这哪是俄罗斯跟乌克兰的事啊 这是俄罗斯跟北约的事啊 俄罗斯跟北约的事 由中国单独来调停 你自己好好想一想 所以只是访俄 那么就是单边啊 双边战略伙伴关系 聊双边关系 那访俄又探污 这视频见面 这就不一样了 这就非常明显的 中国这块是奔着俄罗斯 和平进城去了 还记得上一回吗 上一回是习近平访问了 沙特阿拉伯 然后伊朗的总统呢 访问中国 然后不到两三个月 哎 这边这个 这个什么事 这边这个 这个和平进城 就基本差不多了 那这一次习近平先访问俄罗斯 然后又视频通话乌克兰 那这里面的问题 是不是说中国是奔着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和平进城去的呢 别忘了在一个月之前 不到一个月之前 中国呢随着啊 随着发表这个讨贼习文 那是讨美的 同时还发表了12点解决方案呢 按着这现在是要按着12点解决方案来执行了 那也就是说中国说话算话办事雷厉风行 那这个东西就我们看到就说下一个下一个一个大雷啊 大地雷 中东这个结束之后呢 很有可能就是俄罗斯乌克兰了 那中国是不是奔着这方面去的呢 那你说美国想不想看到这个 美国想不想看到俄罗斯乌克兰和平 之前如果拜登说我们一定要让乌克兰打下去 但是最近美国出现了这一大堆事情 美国的民众已经或许不支持乌克兰战争了 他还能打下去吗 美国想干什么 美国想干什么 就说美国这一次 如果美国不想让战争结束 他为什么要跟习近平聊啊 拜登为什么要找习近平谈话啊 POA习近平一下 你不能向俄罗斯出售这个致命武器 你要出售致命武器 我怎么着呢 是不是这个呀 还是 还是别的事情 那你自己好好想一想 那我们仔细分析一下 那很有可能就是奔着俄罗斯乌克兰这事过来的 你觉得两国家坐下来聊聊关税 聊聊芯片 聊到太阳能 聊到华为 聊到光刻机 可能吗 还是聊到台湾南海 你说这种就有可能吗 这种事已经到了不可调和的矛盾 聊一聊只是吵一吵嘴 没有意义 那么为什么拜登要与习近平对话 而是拜登主动要求或者主动邀请要跟习近平对话呢 那一定是奔着俄罗斯乌克兰这事来的呀 那有人问了 现在说习近平是吊着拜登啊 在里边加价或者怎么着的 会不会与拜登见面 我个人觉得大概率还是会的 为什么呢 这块有一个问题是这个 你解决俄罗斯这个事 俄罗斯乌克兰这个事呢 相当一定的程度呢 你是要与美国和北约谈的 这个事啊 为什么呢 尤其是美国 因为泽连斯基这小子啊 他不自主 关键的问题在这呢 他不自主 伊朗和沙特 他们俩都是自主的 都想解决 而且之前在伊拉克和阿曼 已经谈了不知道多少回了 那苏拉曼你跑到伊拉克巴达去 冒着生命危险去谈 去干什么去了 那不就是为了两国的和平吗 然后也门这边 也门这边停火已经一年多了 现在只是进一步停火 然后就基本停战了嘛 那就是沙特和伊朗 都想停战 都不想打了 两边都是自主的 然后把这事解决了 泽连斯基可不行啊 泽连斯基可不自主啊 你说泽连斯基 没有美国同意 他行吗 泽连斯基能不能控制住 自己的内部呢 都成问题的 你说沙特和伊朗 被美国间谍 被以色列间谍 渗透的千疮百孔 咱说这个什么 咱说这个谁 咱说这乌克兰这事 你说乌克兰这事 没被美国间谍 渗透的千疮百孔吗 乌克兰政府内部 很有可能 大部分都是美国的眼线啊 你说乌克兰的总统的 根本就不自主 你去跟他谈 有什么意义呢 你跟他没有 你跟他谈没有意义 那想必 你是不是要跟美国 和北约聊一聊 那这个事 你要跟北约聊一聊 你不知会美国 或者你不与美国 这边见个面 都不跟他见 那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我不知道 这个东西我不知道 或许泽连斯基是自主的 那这是另外一回事 也就是说呢 这里边有一个问题 是大概率呢 是要跟美国聊一聊的 跟美国聊一聊呢 我觉得是有这方面 有这方面的必要的 这个这是关键 另外呢 拜登现在想不想解决 拜登现在想不想解决 我个人觉得 拜登是想解决的 但是他需要一个台阶 为什么他需要一个台阶呢 因为之前呢 那个调门太高了 拜登呈现说 我们要解决乌克兰问题 我们要乌克兰战胜克罗斯 然后说 这民主和专制之间的 之间的斗争 我们要站在民主这边 大家都要站在民主这边 然后呢 最后如果你让一个专制的国家 你自己定义的一个专制的国家 别忘了 马上要开民主峰会了 自己定义的一个专制的国家 然后把这事给调停了 你想想美国的颜面往哪搁 美国的颜面往哪搁 但是现在台阶已经有了呀 首先中东实现和解 你觉得这事美国不欢迎吗 美国肯定欢迎呢 这事美国肯定欢迎呢 他也想解决这事 毕竟他解决不了吗 乌克兰呢 现在也不争气啊 天灵盖撞拉牙棒啊 阵亡了 跟乌克兰 跟俄罗斯战场阵亡比 非常非常的大 黑海最近出事了 美国国内一大堆问题 美国也明白过来了 现在没有中国 你想解决俄乌 这个事可能性不大呀 你想解决俄乌 这个事可能性真不大 为什么呢 中国是一个合格的担保人 就是说他的国际信誉 非常非常的高 尤其是中东 中东这个事结束之后 他的国际信誉更高 更上一层楼 他是一个合格的担保人 他是一个合格的担保人 你不把中国放进来 你不把中国放进来 现在什么事你都不想办 无论是气候协定 还是这个 还是这个疫情防控 你没有中国的合作 你想你想办成事 是不可能的事 美国现在也明白过来了 拜登现在也知道了 其实美国强力部门 早就知道 只不过他做行为艺术 和平的时候 可以做行为艺术 你马上经济要出问题 你还是行为艺术 我行为艺术去吧 行不行 算了 那怎么办 想解决 必须得让中国参加 想解决得让中国参加 但是拜登 不愿意看到的是什么呢 首先一点 俄罗斯跟乌克兰 这个事呢 让被经济绑定 跟经济绑定的 在大选当中 对他不利 拜登的国庆资文也说了 美国未来两年的重点 是民生 根本就不是俄乌战争 也不是外部事务 关键点在民生这块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是这个 俄罗斯和乌克兰的问题 应该解决 但是绝对不能让中国单独解决 为什么 他实信于盟友 我关键这个问题 他这个实信于盟友啊 你是你 你这个事啊 你说这是民主专制的 然后叫你所谓定义的 那个那个大摩窟 然后把这事解决了 那你说美国颜面往哪搁 本来中东这个事 已经让美国颜面丢尽了 你俄罗斯乌克兰 这事再叫中国解决了 你这个东西 那对美国来说 那很不利啊 这个事 所以啊 解决是解决 必须要解决的 拜登也迫在眉睫 美国 美国普通老百姓 现在已经不支持这场战争了 或者走向不支持这场战争的过程去 如果美国的经济再不好 那支持这场战争的人 非常非常的少了 也就是说 这个事要解决 但是能不能就是说 是不是得让中国单独解决 那这是一回事啊 如果你成天说 我一定要中国单独解决 我失信盟友 无所谓了 怎么着都行 那是你自己的事 但是对拜登来说 阿富汗出了一个 出了一件那种烂事 现在中东这个事 你又没扔好 然后俄罗斯 乌克兰这个事 再让中国给你解决了 那想一想 那对拜登来说 那他经不起这个 经不起这个打击 经不起这个打击 最近他又经历了一场 癌症手术 你说你这事怎么整 所以咱太爷 是一定要跟习近平见面的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他现在是恳求 或者愿意 或者是邀请 习近平与他见面 那习近平会不会跟他见面 我个人觉得会 我个人觉得会 为什么 大国之间 表面上玩一玩 行为艺术是可以的 表面上可以来一下 的是可以的 但是真真正正 真要坐下来谈 还得坐下来谈 这是大国与世界的 那个什么 世界的关系 两个大国之间坐下来 那是给干什么 那是给世界文明做担保 这个东西就是说 你得分开来 反对美国霸权 是反对美国霸权 为世界和平做担保 为世界和平做担保 这个东西很有意思的 你看当年苏联 当年苏联几千个导弹 对着对方 双方合起来 还把那谁干了呢 还把天花和这个 和这个小二八币干了呢 双方最紧张的时候 美国和苏联副部长级会议 维也纳的副部长级会议 从1945年的9月 一直谈到1992年的1月 1992年1月最后一次了 怎么回事啊 苏联解体了 苏联解体了 为维也纳这个峰会 画上一个句号吧 双方就握一握手 然后开一开啤酒 然后或者或者开一开葡萄酒 然后就这么结束了 这是一个时代的结束 所以呢 这一次美国 美国和中国会不会见面 肯定会 肯定会 那这个里边呢 我们就得聊一聊 俄罗斯跟乌克兰的几个方案了 就是乌克兰现在呢 已经失去了自主性 也就等于说呢 乌克兰现在呼吸机上 你一把管 哎 他就 就完了 就完了 这么一回事 所以呢 今后呢 我们可能会观测到呢 俄罗斯跟乌克兰 未来可能几个几个方案的走向 首先一个呢 是美国和北约下手 美国说 我坚决要干掉俄罗斯 我跟北约下手 战争扩大化 然后呢 最后忽生核弹 搞不好会发生这种事 那这种事 对俄罗斯 美国 欧洲都不利 对谁有利自己分析去 反正美国是不想要这个的 那这个可以排除 第二个呢 小规模冲突 小规模冲突 已经达不到了 为什么呢 我们现在说了 乌克兰已经不自主了 乌克兰在呼吸机上 一把管 他就 明白了 这不太可能 因为俄罗斯这个战争机器 已经启动了 现在是俄罗斯要打开局面 我们让俄罗斯打开 什么样的局面 这是另外一回事 第三个呢 是美国调停 结束战争 就是单独用美国来调停 跟中国没什么事 但这个里边有个问题是啥呢 美国需要呢 像乌克兰啊 跟乌克兰说 你得向俄罗斯割地 然后呢 要乌克兰呢 割地 割地呢 然后呢 然后怎么着呢 可以和平 但这个问题是啥呢 你就承认失败了 你失信于盟友 那这个事呢 表面上美国人不想干的 第四个呢 是中国单独调停 中国单独调停 我之前说有这个问题 美国可以引起事端 但没有能力解决 解决事端 这个事就露馅了 这比阿富汗那个事还恶劣 也就是说 美国通过这个 他更加失信于盟友 盟友会看到美国 你无能 你无能 最后一个就是 中美俄 或者欧洲 或者什么其他国家 达成一个共同协议 然后在第三国 卡塔尔的多哈也好 阿联酋的 阿联酋的迪拜也好 沙特的利亚德也好 然后他们现在呢 可以说是在这个酝酿的阶段 就是说呢 美国 中国 两个国家呢 共同作保 或者加上俄罗斯 加上欧洲 再加上哪个大国 比如印度也好 比如巴西也好 比如南非也好 或者沙特拉伯 或者伊朗 怎么着都行 共同作保 把这个乌克兰这个问题解决 那这个事呢 是很有可能的 我认为 很有可能的 就是说 他正在这个过程走 所以我们需要观察 这个东西我们需要观察 我们需要接着 接着接着关注这件事 但是已知的是什么呢 无论是习近平访俄探污 还是拜登呢 谋求会面 这个事已经说明问题 这个事说明什么问题呢 习近平已经成为普京和拜登之间的中间人 中国呢 已经成为世界和平一个有效的忠实的宝人 然后中国已经成为美国和俄罗斯再次对话的桥梁 这个是事实 之后呢 我们可以观察 好了 这期节目就到这 喜欢大野猫节目呢 别忘了点赞评论转发 没订阅的请订阅一下 谢谢大家